2022年,神宗霍,遇见365位圣经命日,今天是3月11日。 圣经人物的名字叫甲内侍,名字是乱牙。 甲内侍是保罗时代哥林多教会的成员,保罗不是那种举办一场短集报道会, 建立一群信徒后就迅速离开而不再造访的报道家。 凡是他所带领加入教会的信徒,他都一直对他们负有明确的责任感。 当他到达某个地区的时候,他就会拜访那里的信徒, 亦都会猜派同工去了解新教堂的状况,或者写信给他们。 他对希腊的哥林多教会都用这种方式, 保罗比这个新家入基督徒写了很多信, 其中有两封信还收录在《心药圣经》里面。 当然,比起现在我们使用的电子邮件,Facebook或WhatsApp, 在两千多年之前,与远方的人保持联系,可谓困难万分。 尽管疑似,保罗过去所传到的地方都会定期派人送信, 让保罗知道他们的情况。 哥林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,可以用来说明他是如何收到信息。 其中,他透过甲来士和甲来士家里的人获知一些消息。 这个信息令他感到不太安乐, 于是保罗决定给哥林多人写一封很长的书信。 我们可以假设保罗已经倾尽所能查验他所收到的信息是否正确。 毕竟,没有事实依据的八卦和需要立即处理的事, 两者之间存在了很大的差异,流言飞语不值得关注。 但是当我们收到需要参与并做出回应的消息时,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,迅速而充分地去解决, 尤其是涉及我们所重视的朋友和伙伴。 我们一起祷告! 我们亲爱的主,当我们得到与我们所爱之人相关的消息时, 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做出回应。 我们感恩的祷告,奉主耶稣的名,誠心所愿。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经文是有延伸阅读的兴趣的话, 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。 愿我们驱走黑暗,影响生命,名神益人。 多谢你今天的收听,欢迎明天继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